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Zither Harp 温王粉双亚军 张浩琴反台 姐姐张友南现文接机 这位身材修长的美女可不是岡心 也不是韩心 她可是咱们台湾女王之光张浩琴 她在温布敦拿下粉双亚军 昨天在意反台 还带回刚出炉的温布敦粉双亚军奖牌 这次的成绩其实到现在都还是非常的兴奋 但也不会太惊讶 因为我们每天努力的练球 跟上阶身房练体能 就是为了这样子的成绩 那也许还没有到最完美 不过我觉得这是 让我们持续更努力的一个动力 以前都是妹妹迎接姐姐 昨天则是换成姐姐迎接小妹 姐姐张友南还大方信尾 进到决赛这一场的时候 我真的很感动 虽然说已经半夜三四点了 但是就是看到自己的妹妹 那种比赛中坚定的眼神 就真的觉得她已经长大了 就对台湾最强的女王双达姐妹花 期许下一个目标 如果可以一起爸妈来接我们两个就更好 关心一连串网球的消息 首先来看到我国网球好手 张友南和张浩琴两姐妹在WTA马来西亚 崩开赛的双打决赛 也是上演了姐妹戏强的戏码了 最后由妹妹张浩琴和匈牙利的搭档 以直落二胜出 张浩琴也夺下了个人今年第一座的WTA冠军 张家姐妹去年东亚运混双金牌战之后再赌对决 不过这一次是两人生涯在WTA的第一次对战 明年大会投药种子的张浩琴和搭档 只花了一个小时又十分钟就以直落二打败了姐姐詹永然的组合 名球的张浩琴也夺下了生涯第四座的WTA双打冠军 刚看到了海兽女网赛已经开打了 张家女将今晚也都应邀参加了选手之夜展现最美丽的一面 其中呢有台湾沙娃之称的张浩琴更以希腊女神的风格成为全场的焦点 我是就是设计师在帮我搭配的时候是 他是希望有就是希腊女神的风格 那我也希望就是今天有把这个味道传出来 因为这件比较若隐若现的那种感觉 然后穿起来就是可能比较有女人味的感觉吧 身高180公分的张浩琴身穿白色礼服 再登上一双高跟鞋 一走进会场就吸引了众人的目光 另外网球衣姐谢树薇还有伤后付出 今天就勇闯双打八强的张才真以及庄家柔 穿着也都突破生涯最大尺度 我们下期视频就会双打八强的张才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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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